美國氣候特使克里在星期三說 中國、印度與俄羅斯等溫室氣體排放國必須加緊行動 幫助世界避免全球氣候變化的最壞影響 克里說各國作出的減少二氧化碳和甲苑排放的承諾 目前還不足以實現將全球氣候暖化程度 在本世紀控制在高於前工業時期1.5攝氏度範圍內的目標 克里在路透社會議中接受採訪時說 這意味著中國、印度、俄羅斯、巴西、墨西哥、印尼和南非這群國家必須加緊 美國必須幫助他們 這不僅僅將責任推卸給他們 克里說華盛頓正在與某些發展中國家進行接觸 幫助他們加快向清潔能源系過減少排放 他說綠色氫氣和長久電池儲存等清潔能源科技的私人投資 亦是治理氣候變化的重要力量